由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以及台北公益路跑福轮社 共同举办的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活动 新京19个县市用行动为爱慕年菜 4号下午8位市长跑者以及陪跑团 第五度跑进了花莲家福中心 包括市长魏家彦等贵宾都出席 响应花莲家福中心 今年预计募资2000份 传爱过好年的暖心套餐活动 市长跑者及陪跑团员们 不畏寒风一连跑了十几天 仍带着微笑跑进华莲家福中心 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台北公益路跑福人社 共同主办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活动 响应花莲家福中心 今年预计募资2000份传爱过好年的暖心套餐 4月下午8位市长跑者 以及陪跑团共计约百位跑者 第五度跑进华莲家福 亲自送达一路聚集而来的爱 带坐各位满满的正能量 给花莲家族这么多的一个支持和爱护 尤其我们看到我们的盲人朋友 为了要帮我们慕面餐 全台今天已经走了13天 对不对 很感动 带着盲人事长陪跑赢 我们的团队一路跑到这边 感觉花莲 我们在花莲跑了三天 然后花莲这边最热情 最感动 我们社长的同学以及我们所有的爱心好朋友 一起为这个活动继续加持加忙 在去年我也答应我们的小主委说我会 今年我会来努力 那也会跟小主委在说也是没有问题 刚才跟之前主任也说了 那也希望说我们透过这样那么有意义的活动 能够募集到更多的永远菜 我有朋友在过年的时候 他想要捐100双鞋子 给所有的家福中心所辅助的孩子 那我们也希望透过家福中心 能够照顾花莲地区更多的孩子 那到时候也请正言主任 帮我们统计一下 有哪些孩子需要这些鞋子 让更多的爱能够传递出去 与会贵宾上台贴上一道道美味年菜 送上祝福 台湾盲人环台为公益而跑协会 捐赠5万元抛砖引玉 包含花莲县府 花莲市公所 花莲市民代表会 加安乡公所 县议员魏家贤等单位纷纷响应 其半让中心于县内陪伴的 1788户家庭 3231位孩子 能过个好年 传爱过好年暖心套餐 目前仍有一成带支持 相亲请上花莲家福中心官网查询 记者长方月花莲市报导